3月23日,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预览同胞纪念馆发布消息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王肃明在医院中去世,享年87岁 至此,由南京清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中 建载者仅剩58人 1937年冬,清华日军攻占南京城时,王肃明只有脸岁 他的父亲被日军残忍杀害,母亲则带着孩子们逃跑 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一段历史,王肃明生前曾说,永远不会忘记 虽然王肃明的童年是一段黑暗的时光 但他一生热心公益事业 王肃明曾是南京市秦淮区年纪最大的南京清澳志愿者 被亲切地换作清明奶奶 退休后的他又在社区志愿服务了20多年 特别难过我,他就像我的长辈一样的,对我特别关心 他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,也就是参与社区的服务 据我了解,老人家非常的热心,是一个非常善良的老人 他热衷于社区的公益事业这一块 并热心地向社区居民宣传,分文不取,无私奉献 2022年是南京大毒杀惨案发生85周年 从那场人间浩劫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已步入冒叠之年 记者从清华日军南京大毒杀越南同胞纪念馆相关部门了解到 2022年以来,朱再强、蒲叶良、王肃明三位老人先后离世 目前南京大毒杀幸存者的口述记录工作已步入常态化、机制化、科技化、数字化 纪念馆馆藏了海量的口述文字、图片、影像等实料 也会持续开展幸存者西灯仪式等活动 不断提醒人们,时间证人仪式,历史真相永存 证人仪式,历史真相永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